好 再来看远兴集团爆发重纳弊案之后呢 董事长赵彤雄被收押近见 那么他的长子赵文佳临为寿命 今天上午先开股东会要面对股东 而紧接下午呢 首度召开了媒体说明会要对外说明 上场先来个90度大鞠躬 要向社会大众道歉 而赵文佳呢过去因为健康问题 让父亲赵彤雄非常的担心 还因此延后他的接班时间 现在临时亲上火线 应该是表示他的身体状况相当稳定 带着公司十名专业经理人 深深90度角鞠躬道歉 赵特雄长子赵文佳 临为寿命代父出征 首度公开的记者会就拉低姿态 一一跟现场的媒体交换名片 展现亲和力 你好 谢谢 谢谢我的支持 不过似乎真的是太紧张 一开头就口误将远凶讲成远东 幸好紧急转了回来 多年前因为罹患肝癌 让赵文佳的接班计划喊咖 这回紧急接手庞大的集团 针对肾体状况 赵文佳第一时间强调绝对没有问题 几个礼拜前刚做完检查了 医生都说指数非常正常 也身体非常健康 回来上班是觉得没有问题 赵文佳表示公司都由专业经营人主导 接班之后下达的第一个指令 就是短期内集团方向 暂停所有的政府接案 已经签约的则赵合约进行 其实赵藤雄有两子一女 44岁的赵文佳接班远雄建设 自指赵姓金正负责远雄人寿 而唯一的女儿赵文余 被外界认为是最像父亲的个性 赵藤雄卷入弊案 也让集团二代接班反途浮现 赵文佳跟坦诚 这段日子心情相当煎熬 我父亲在里面 我是非常的 非常的心情上的起伏 非常的大 那我现在能做的 也被公司经过法律程度 指派了带领公司 我能做的是把这家公司带领好 今天来丽丽谢谢大家 三度带领公司主管高诚 面对镜头举功道歉 元凶事件爆发之后 以往总是低调的赵文佳 首度站上镜头面对媒体 镇定的答复问题 危机处理 就希望帮父亲 稳住局面 渡过难关 谢谢刘亮跟SNG小组台北 财富报道